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在冬季养兰花的时候 盆土要偏干养护 不能够过多的浇水 过多的浇水容易产生冻害 还有导致根系腐烂 但是除了要了解冬季浇水的原则之外 我们冬季浇水的时候 还有三个注意事项 大家一定要做好 要不然的话 也会容易对兰花的生长不利 那么是哪三个注意事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 浇水的时间最好就选择在上午 就是太阳升起之后 等到它照射到我们仰南的这个场地之后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来给它浇水 因为光照射在阳台 或者是盆土表面的话 会让气温会有所增高 这时候浇水的话 对兰花的生长会相对有利 如果是在比较低温的情况下浇水的话 可能会出现冻汗 那么就是第一点 在浇水的时间是非常关键 第二个就浇的水也是非常关键的 浇水的水温一定要与你的盆土的机制的温度相接近 那么怎么让它的温度相接近为好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先提前一天 把这个水先储存好 把它放在一个相同的场地 然后等到第二天 在这个温度比较合适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给兰花浇水 这样水温和土温的话 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相同的状态 那么就不会造成这个土温 水温相差过大 而会刺激到你的兰花的根系 所以就是第二点要注意的 第三点就是在浇水的同时 大家还要适当的给你的兰花 喷湿一点水物来增加空气湿度 因为冬季的话湿度相当比较低 天气比较干燥 所以适当的喷洒水物是有必要的 然后不管是在浇水还是喷洒水物 最后一定要保证这个环境通透性比较好 让这个多余的水分能够尽快的蒸发出去 这样的话才不会对你的兰株造成这个冻害 所以冬季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三点 这三点做好了 那么浇水就更为简单 更为安全方便了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